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可寒的遊戲 最新這個遊戲 那他這個遊戲呢 標榜說可以就是建立後宮啊 然後就是做很多就是很有趣的事情啊 那以前有玩那個光榮的那個 像陳吉思汗3啊 陳吉思汗4那個都是可以開後宮啊 然後就是攻城率也蠻好玩的 然後選可寒的造型 the world will shake all the world 好,這個造型好了 不錯,蠻帥氣的 以前是那個陳吉思汗嘛 那是起岩部可寒,聶兒喜 那就是來做這個手遊的初體驗 聶兒喜 這個玩的是 感覺是學陳吉思汗的劇情啊 波羅鐵是那個陳吉思汗的老婆 名字 旭哥 旭哥我可汗 所以也是有可汗這個名稱 波羅鐵 波羅鐵 波羅鐵是陳吉思汗的老婆啊 這個 玩法是什麼玩的 蠻特殊的 我沒玩過這種 這個遊戲啊 他講英文啊 陳吉思汗為什麼會講英文 波羅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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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遊戲呢 呃 蠻有趣的 奧奇 二選一哦 我要選左邊那個,左邊那個比較漂亮 哦這個圖面不錯啊 這個身材不錯,奧奇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開後宮了對不對 呵呵 這遊戲怎麼這麼 DOO YOU THINK I'M PRETTY YOU WANT TO HOLD MY HAND REALLY 可以摸他是不是 HHAHAHA That tickles Will you kiss me now 喔,欸 欸欸欸 進入精彩的畫面了 親密度 DOO YOU THINK I'M PRETTY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嗎 呵呵 喔,欸欸欸 換衣服了 換衣服了 DOO YOU THINK I'M PRETTY 不能玩了是不是 我想繼續玩說 迎娶一名妃子 寵性妃子 這是陳吉思安的玩法嘛 好 但他的東西好多哦 還有什麼福利,我看一下 妃子技能 你有點害怕 但我仍然喜歡你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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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其他地方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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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這遊戲 呵呵 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要開後宮 看像福利 看像福利 禮包 限時活動 噢 這個是要 抽武將就對了 玩法還蠻特別的 烏巴丹 沒聽過 有在抽嗎 噢 噢 要來星福將 其實 這個畫風還蠻有FU的耶 就是 有那種 不是 噢 然後之後就可以免費 好 立即迎娶 花錢是不是 花錢就算了 好多東西都是要花錢的 這個是日本的 東營的武士 這個是日本的 東營的武士 嗯 8 他一定要花 寶石才可以跟他玩 是不是 給他東西 送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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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 好 好 這個遊戲 很特殊 開始走一些任務 開始走一些任務 吧 奧爾康 扎木河 這都是陳吉思汗裡面的角色 這是蒙古建國 那時候 扎木河是陳吉思汗的 就是安達 安達就是所謂的結敗兄弟 點這個可以衝鋒 哦 一直按的話他會衝更快 這樣 就單挑對不對 蠻有趣的玩法 金杖 處理證物 入部敷出 去搶回不我鐵 要去西夏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玩起來其實還不錯玩 這個風格蠻特殊的 不是像一般的手 他的後宮都蠻漂亮的 波羅鐵算是裡面比較差的 這個 奧啟昂是裡面最好看的一個 這個 蛤 我可以看他有什麼後宮 都很晃耶 這個 看其他國的後宮 達菲娜 這個不錯 這個什麼 坦射路 早期有這種衣服嗎 我對這個後宮系統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今天就大概稍微試玩一下 這蠻有趣的 可以去這附近這樣游歷一下這樣 嗯 嗯 好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做一些內陣這樣 做一些內陣這樣 啊這個就是一直按他就會加速這樣 應該知道他的玩法 其實蠻簡單的 對 這邊就衝掉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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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個打一個 這樣 會不會覺得不太公平 哈哈哈哈 雖然打贏了 這個遊戲真的蠻有趣的 奇願日嗎 可以下奇日 嗯 好吧 就玩到這邊嗎 這個遊戲就是 呃 是蠻有趣的啦 但是就是感覺要花很多 東西去抽啊 去什麼的 就是要花錢吧 看一下 有什麼VIP制的那種 音樂風格也是蠻 就是很有那種蒙古風的那種 感覺有在考究他們那種音樂 我就是解一下任務這樣 召見一下 喔最後來個 喔 欸生小孩咧 也太快了吧 欸他小孩怎麼那麼快就生出來了 呵呵呵 才一下就生出來了 各位我現在有一個後代了 旭哥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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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呵呵呵 這太好笑了吧 好吧 真的玩到這邊嗎 不然會一直玩下去啊 其實蠻好玩的啦 好吧這個 手遊初體驗錄到這邊 這個 欸 可汗的遊戲 其實不錯玩的 大家可以來體驗一下